大家好 我是陳思靜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凝重和嚴重的課題 日本徹底淪為美國戰犬 台灣甘心變成戰爭炮灰?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再吧 快點來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壯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 國家 香港 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各位好 直接入正題了 由安培晉三遇刺開始 美國已經積極地推動對台灣戰爭的一系列組合權 安培自己本身這個人 雖然採取右翼風格 他遇刺之前 基本主導著日本政壇 他在任內很切法很努力地保持日本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地位 盡量希望可以擺脫對美國的控制 他的弟弟 岸信夫 擔任了日本的防衛相 所以他在遇刺之前 他對日本自衛隊都維持著一定的影響力 但是在他遇刺之後 他的黨羽 包括他的弟弟 岸信夫 三天之內 免職的免職 下台的下台 很難想像不是一個早有預謀的事件 日本國內安培主導大局的影響力是很大的 所以憑這個岸田文雄這個政壇新丁 根基都未找的政壇新丁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影響力 有這樣的才能 有這樣的情報 去支持 去行刺這個安培 然後完全在三天之內取代整個安培的勢力 其實是很難令人想像和很難令人相信的 很難相信這件事不是早有預謀的 推測動機最好從利益結果去觀察 現在最大的得益是誰呢 在安培與次之後就是美國 岸田文雄政府是由美國扶植完全親美的政府 他本身不存在任何的主觀意識 他只不過是美國在日本政策的一個執行人 他的自主性恐怕連這個俄烏戰爭之前的澤連司機都有所不如 他完完全全只不過是一個沒有自我能力的傀儡 他上場之後首先裝模作樣貓哭老鼠幫他安培搞國壯 安培國壯沒有一個G7的國家出席 這樣就算了 安培就蓋了國旗就算了 安培就 安培就上場之後 安培死了之後 就連續修改了兩次憲法 令到日本的自衛隊可以出國合法化 他另一方面有強化台灣的軍事和政治連結 經常都跟台灣說 有責任去保衛台灣 我真的很想問 就算中國和台灣省要進行解放戰爭 關你日本什麼事 你日本對台灣有什麼道義責任要去防禦 好了 這個也事小 岸田文雄上場之後 他一系列的經濟操作 經濟方面 他首先又將日元放血 怎樣為之放血呢 美元加息之後 日本的息口維持不變 他也不去控制日本的資產流出 令到日元的資產大量流去美國 日本已經連續三季出現這個巨額赤字 為了順利賣出日本最新一批國債 套現要拿錢 他還無視300%GDP的國債利息去加息 就是為了要順利賣出這個國債 除了他將國防預算增加了一倍 由GDP1%加到2% 他拿這麼多錢用來做什麼 原來就是為了向美國進行這個大額的軍購 買了很多F-35空戰裝備 也將這個直升機航母常規化 令到日本那些所謂直升機航母 隨時可以變成一個航空母艦 就可以出擊 還將這個日本的航空母艦 改回到二戰那時候沉沒了的航空母艦的名字 就是赤城加號類似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在日本對美國的軍購 還買了很多中程的彈道導彈 中程的彈道導彈在日本本土發射的話 是可以射到北京上海台灣這些地方 所以說他這個做法 岸田文雄新政府這個做法 根本已經在積極備戰 他還要是一隻自帶狗糧參戰的戰犬 他不單止沒有要美國爸爸一分錢支持 他還要把自己的銷售稅 日本的銷售稅加到15% 15%的銷售稅 各位 香港理得稅都是16% 日本的銷售稅已經15% 另外日本還有其他 理得稅銷售稅印花稅 加上日本人的稅項的負擔 其實現在已經是非常之重了 日本政府堆了這麼多錢 就是為了買這麼多軍備 放在自己的國家那裡 我們做什麼呢 早幾天 美國一個智庫 有一個兵棋推演 一個沙盤推演 他將日本智慧隊 加進去沙盤推演的其中一方 得出來一個結論 一出來結果 就是兩個美國的航母編艦隊 日本的自衛隊 國民黨的軍隊 就會和解放軍現代化的海軍空軍 共同毀滅 台灣本島會是全毀 所有基建設施全部玩完 變成一片廢墟 但是解放軍 不能夠完成解放台灣 其實我們不需要對這個 所謂兵棋推演的結果 太在意 因為第一 戰爭一日未打 一日都不知道我六死誰死 這是第一 第二是什麼呢 他是不是真的會把一個 真正的結果說出來給大家聽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他應該只會說一些 對自己有利 或者他自己想是這樣的結果 說出來 所以對他的結果 大家不用這麼深究 但是這個所謂沙盆推演 竟然將日軍編入去交戰的一方 那個浪子野心 就可以說是超然若竭 一方面他對台灣民眾進行一個死戰到底的心理建設 就是告訴台灣民眾 最壞的結果 就是你們連電也沒有 水也沒有 死了很多人 全台灣變成一片廢墟 這是最壞的結果 說定給你們聽 台灣的人 說定給你們聽 你們最好就好像烏克蘭一樣 打盡最後一個斯拉夫人 就好像你們台灣人一樣 打盡最後一個中國人 美國就最開心 最好就是這樣的結果 另一方面 美國就是賊佬試沙煲 什麼叫賊佬試沙煲 偷偷地把日本加入去交戰坊 為日本參戰試水溫 所以這次這個沙盆推演 就算不是屠窮秘宴 都叫做露出了狐狸尾巴 至於台灣方面 蔡英文已經把台積電送給美國 大家都已經知道 塗空了家底 把衣保、社保全部拿出來 就買美國的戰機 買美國的刺針導彈 那些軍備 雖然還未到貨 已經給了一次美國 已經是 塗空家底進行了三次軍球 蔡英文多次在台灣做一個漢光演習 都在彩排怎樣逃離台灣 國防部 就是台灣的國防部 也曾經多次放話 說會以新兵打頭陣 新兵上前線 精銳部隊就保持有生力量 保護這個總統 就是行動的 就是轉移陣地的 而這個兵役年期 也都由四個月 增加到一年那麼久 已經是台灣的兵役年期 我也收到一些台灣的消息 這個是收到消息 說清楚 是一個非官方渠道收到的消息 現在平東是有機會興建一個美軍基地 現在是拿著地 即是叫做傾銀 平東是準備興建一個美軍基地 如果這個美軍基地事成的話 是完全違反了美中三個聯合公告 就是說美軍是不可以在台灣空域 台灣本土裡面登陸的 因為一個中國的原則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美軍是不可以進入台灣範圍的 如果平東真的建一個新基地的話 兩岸民眾 甚至乎是東亞那麼多國家 包括朝鮮、南韓、日本 甚至乎遠東的俄羅斯 都會有機會墮入戰爭的深淵 歷史的巨輪不斷往前 美國會在我們的土地上進行最後的瘋狂 最後的試探 戰爭的風險其實是越來越高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遙遠 就像烏克蘭戰爭一樣 他打之前的兩個月 大家都沒有想著會打的 突然之間就打起來 所以戰爭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遙遠 特別是現在日本那麼多的動作 和台灣那麼多的動作 兩個一起配合做這件事的話 戰爭的風險真的越來越高 我們和日本千年來的恩怨情仇 或者會有一個機會進行清算和解決 我自己個人 就相信中華民族是可以戰勝一切的敵人 我們是一個人性最高的民族 我們也是一個智慧最高的民族 如果以這個繁衍來計的話 我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民族 最成功的文明 偉大的民族復興是沒有人可以阻擋的 但是如果有朝一日 我們是需要為國而戰 為國出力的話 我相信聽到施政節目的你和我 都會義無反顧去支持國家 當然解放戰爭可以不打 最好就不打 可以少打 最好就不要大打 可以遲打 就盡量不要早打 因為始終時間是站在我們國家和民族這一邊的 我們真的不希望打仗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來的話 我們是不會害怕的 非常緊張的 我們最近的成功 我們都不會找到 我們下次見 不會 guest 從今天 我們下次見 我下次見 把就沒有人 就兩個人 我下次見 那兒 還可以 小那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